1. 据Biopharmacy报道 FDA批准了Lily和Mannarini公司的抗癌药物 李莱·Lily的Gperca被批准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流 而美纳里尼·Mannarini的Orsardo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一种转移性乳腺癌 2.首尔1月31日路透社、美国和韩国将与周二在首尔举行会谈 因为华盛顿试图在朝鲜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确认其对这个重要亚洲盟友的和承诺 3.雅加达北京1月30日路透社 中国的京东商城将关闭其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电子商务服务 4.巴黎美联社法国国家铁路运营商周二建议乘客留在家中 以避免因养老金改革而引发的罢工 该改革预计将导致重大交通问题 但基本上不会影响通往英国 北历史和荷兰的高速铁路 5.东京1月31日路透社日本工厂在12月小幅减产 但结束了2022年第四季度制造商因全球需求停滞和成本上升而疲软的表现 6据路透社报道泰国政府斥资88亿美元将越南战争时期的乌塔堡机场改造成新的东方航空城 该项目将在头5年创造15600个额外工作岗位 并促进泰国的航空业发展 7.据纽约邮报报道 供应速度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周日警告说 我们必须让时间成为我们的武器 加快新的必要武器的供应 8.拜登政府周一宣布 自2020年1月开始实施的COVID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于5月11日结束 9据Markets Insider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合并他们的银行系统 已绕过被禁止使用的Swift 使北京路透社周一晚间发表的一份外交部声明称 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并尽快建立中国海湾自由贸易区 11路透北京1月31日中国周二谴责捷克 当选总统帕维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称他无视北京的一再劝阻 12巨战争研究所Swift称 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迫在眉睫的新攻势 而另外20万名俄罗斯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加入战争 13CNN报道称中国表示对美国最近打压华为的报道深表关切 14据新闻周刊报道 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有一个大致的截止日期 希望乌克兰军队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 15韩国首尔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二表示 美国将增加在朝鲜半岛部署战斗接和轰炸机等先进武器 同时加强与韩国的联合训练和行动规划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和威胁